预设模式就是说 反正他将来会跟我跳出什么东西 那我就输入什么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我帮他执行过 第一题 那你看到电脑 那你就输入 比如说computer 类似像这样子 把它输入 按个enter 他会判断对或错 后面的话也是开始计时 然后就第二题第三题 意思类推 假设我随便打一个 打一个字 然后会有答对答错 那如果答错呢 也会把正确答案显示出来 正确答案显示出来 OK 然后呢 enter 五题全部打完之后 会有一个结果 花费的秒数 还有呢 在五题当中答对几题 不过 特别注意这个底下的显示出来的 这个文字 请各位还是比对一下题目给的 我不见 我不知道 理论上我应该是都有打 去去看 但是如果将来考试的时候 你还是比对一下 尽量不要打错字 尽量跟他要的一模一样 那确保你拿到会是满分 而不要是因为打错一个字给你扣个几分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得不偿失 好 那第一个模式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需要建什么 建二维阵列 一个电脑 一个computer 一个资料库 一个database 一个等等的 OK 然后呢 再来把这个题目显示出来 让他打 然后在打之前先做一个什么计时 那这个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首先的话呢 那我们要考虑到资料放哪里 那资料的话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放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二维阵列 那二维阵列宣告的方式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string 然后呢 这个阵列的名称 当然你这个 这两个光符 你也可以摆在string的后面 OK 放这边好了 或者放这边也可以 那java 两边都可以放 放那个 我们资料形态的后面 或者是那个变数的后面都可以 不过特别注意 在sharp里面 它只能够放在这里 不能放这里 他们用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弹性java 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你干脆如果将来要 两个都可以通用 你干脆打在这里就可以 那再来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 一个五 五二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这个后面指的是长度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如果是五的话 那就是假设零开始 那就零到四 零到四 那如果是二的话呢 那就是零跟一 这个后面指的是差的长度 那如果我要理解 像这样的阵列 我要怎么样理解 会比较简单 基本上 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表格 其实因为我除了教Java之外 我也教那个VBA 那VBA其实在ESALE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表格 那表格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那基本上 前面这个数字 我把它当成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 零到四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零到四 OK 然后呢 后面这个数字的话 是零 一 那我把它 后面这个数字我把它当成是懒 所以它的关联性有点像一个表格 也就是说第一 第一列的话 这一列里面的话 就会先放一个什么 电脑 电脑放这里 Computer放哪里 Computer放这里 OK 那我以后要抓的时候呢 那我就电脑 放在这个零 那个英文的话放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来理解 我觉得会比较具体一些些的 当然如果同样的程式 你也可以在ESALE里面写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 因为ESALE直接就不用产生正列 干脆直接把东西放在那个四算表里面 直接存取 有时候会更简单 更具体 那这边的话呢 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让各位理解 所以第一个我先建一个所谓的那个阵列 那阵列其实就类似一个表格吧 因为是二维阵列比较不好理解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零到四 然后后面这一个是零一零一 所以两栏 总共有五列 那把资料分别放进去 一个萝卜一个坑放进去 那将来我要抓的时候呢 那我就是零零来代表电脑 然后呢 零一代表是这个computer OK 第一个就是我已经把资料先建好了 所以基本上呢 它有点像是放在memory里面的一个table 这个table就是一个对照表 就我刚刚讲的 总共有五列 总共有两栏 好 那再来的话我就开始去计时 所以计时的话 特别需要一个start 当然你打一个system 后面这个点column miles也不用背了 你就点什么 点 点下去之后它会出现什么 column miles 第一个就是了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那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column miles它回传回来是个long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宣告的时候 start跟end一定要宣告为long 因为我要去接嘛 那你是一个long 你回来你给它double 当然double是可以接啦 不过可能会遇到转型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宣告是宣告为long 就是因为它return给你的东西是long 所以我们就用long来接 OK好 所以呢column miles 不用背了 点两下就出来 但是这个system 可能要背一下 记得前面大写 OK 那system这个 实际上这个类别 它隶属于哪里呢 隶属于lag 有没有 Java这个大的 程式库里面 韩式库里面 会有个lag的套件 套件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system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做什么用呢 底下有说明 反正 我是建议各位以后 反正把这底下看一下 大家就知道 到底这个是做什么用途 那不过 各位有没有发现 system 其他的那个什么呢 像scanner 它会需要import 可是呢 system 奇怪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system 它没有import 特别注意 在Java的规则里面 只要是Java里面 lag的套件 都不需要import 为什么 因为这个lag的套件 它已经隐含 就是预设已经 帮你import进来了 隐含进来 在memory 所以呢 你不需要做任何import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利用这个system.column miles 取得现在的时间 它回传会是个long词 OK 接下来的话 我就开始出题了 就像这个地方 它会显示说 请将题目中的什么 那个中文翻译成英文 这些其实也不用背了 你将来在哪里呢 在试题里面 它都会有显示出来 所以将来 它打什么字呢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上面都有啦 有没有 你就把这几个字打上去 就比较好了 分两行来打 所以将来这些东西 在试题里面都有的参考 所以你只要找得到 那个试题 然后就把这个打上去 分成两行 然后这边的话 用println 就换行 换行 OK 然后总共一行两行 这边是空白 空白行 再来的话 我要开始出题 所以题目里面的话 就是空一行 第一题底线电脑 那我就必须输出什么 第一题 电脑 然后让user等待 让他输入 如果对的话就答对 错的话就答错 答错的话 必须把什么 把那个正确的英文显示出来 那当然我们总共有五题 所以这边我会需要跑一个回圈 这边五题 你不可能说一题一题 把它一个一个 变成你要一个session 总共要五个session 不过如果你现在写不出来 你写成五个session 应该也不会被扣分 因为里面没有说一定要回圈 因为才五题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但只是不好看而已 但会不会被扣分 我想应该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回圈 OK 如果你实在回圈写不出来的话 你就一行一行写 那里面的话 要做什么 for I 等于 这个零 零的话指的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回圈要需要抓到的是一题 总共有五题 那编号的话 从零到四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它 I 小于五 就是零一二三四 然后 I 加加 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 for 后面一个刮壶 然后大刮壶 enter 这个中间 大概前面就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for回圈吧 应该会打吧 因为我没有耐太多时间 所以我不可能一行一行慢慢重新再打过了 不过每一行都我自己打了 是确定没问题的 OK 所以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回圈跑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第一 第几题 冒号电脑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里面是什么 第一题 不是第零题 所以怎么样 我们必须把那个 I 加 1 对不对 因为我们 I 从零开始 所以 I 如果你没有加个 I 它就变第零题 那这边的话 print 出去 冒号 后面要加一个什么 电脑 那电脑我要怎么样把它跑出来 这里面的话 就必须把什么 把那个 items 特别注意 你们观察一下 它这个二维阵列 一定只有这个变 后面这个东西 如果是零的话 那就是中文的 后面如果是 I 的话 那就是英文的 那如果前面呢 是那个 0 到 4 就是不同的题目而已 那所以呢 我如果说要把中文调出来的话 是 item 先一个中瓜胡 第零题 的中文 就是后面给它一个 0 这样不就把中文给带过来 我觉得这样的二维阵列 还蛮好用的 当然了 如果你二维阵列不熟 你起两个阵列也可以 只是两个阵列 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 再把它兜起来 当然也是结果应该是 OK 只是说我觉得 复杂的度会比较高 我觉得用二维阵列 在处理这个地方上面 会稍微简单一些些 那我把第一题的题目 给显示出来之后 OK 这来呢 接下来就等待使用者去输入 所以呢 如果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们把英文的部分 items eco 那后面的话 我是用什么 一个nose case 特别重要这个地方 我是点下去之后 有没有 它会出现 eco 跟eco 什么呢 agnose case 这个指的是 区分大小写 这个指的是 没有区分大小写 那我们这边的话 是不区分大小写 所以我就不区分大小写 然后呢 跟什么比对呢 跟使用者 输入的文字比对 那我怎么取得 使用者输入东西 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 scanner 通过scanner这个物件 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里面有个nose 去抓到 如果说呢 假如说这两个比对之后 我不区分大小写 的结果假如是一样的话 恭喜你 你答对了 并且把rise加1 那当然我把它输出 那反之 就是说 它如果比对之后呢 使用者输入这东西呢 不对 有错误的话 那当然呢 我会显示答错了 并且 因为这个有说明 就是说 一定要把 我们的英文 正确的输出 那英文怎么输出呢 你就把这个i 后面加一个i 有没有 关键在这里 如果是i的话 那就是英文的 并且 多加一个 换行符号 ok 然后呢 就一直往下跑 第1 0 1 2 3 4 5题了 这样全部好玩了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 就是做刚刚那件事 当然我讲过啦 如果说你实在是 你的那个 灰圈 写不出来的话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是这个section 有没有 一个 第一题 后面的话呢 当然你这个i就不用了 就是0 1 2 不过这样感觉 好像也不太高明 所以尽量 还是写成一个回圈 让他把这些跑完 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再记录一下 你跑完的那个时间 一样再起一个 system.colon miles 把这个时间读到end 那有一个start 有一个end 把什么呢 end减掉start 就是最后的结束时间 减掉开始时间 把这箱减 特别注意 因为呢 colon miles 它是毫秒 千分之一秒 那我们是要的是秒 我们不是要千分之一 所以记得要怎么样 再除以千 OK 要除以千哦 那最后再出现一个秒 然后呢 在几题当中 答对几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几题 几题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那个 items.lex 这个lex 指的是它的长度 就是这个阵列 总共会有几个 那从零到四 总共会有五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会显示五啦 或者你将来 不会这个的话 你输入五也可以啦 只是说 将来题目应该不会变 然后呢 答对几题 由right 因为我只要答对 会触发这个right right right加加是right等于right加一 加一加一 OK 那最后显示出来呢 就会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把它跑完 跑完之后的话 会显示 在几秒当中 在五题当中 答对几题 会显示出来 这几个都是变数 OK 那请各位 把那个预设模式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那这一题 如果比较起来 当然跟前面的 是困难许多 OK 那可能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呢 应该是 这个 这个阵列 这阵列理解一下 回圈的部分呢 稍微输入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当然这个解法 也不是 只有这一种模式 也许你如果还有其他的习惯 比如说有人不习惯 用二维正列 当然你也可以用 两个一维正列 也可以解得出来 只是看每个人的习惯 那我的习惯是 我干脆 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就起一个 这个所谓的二维 起一个这个 二维正列 来处理的话 会相对的简单 相对简单 因为程式的话 就不需要 去处理两个阵列 处理一个阵列 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更厉害的 也许更高端的 也许你可以用什么 我记得还有一个 用Collection 就是Collection类别 里面有个Map Map也可以 如果我想那个难度 当然更高 复杂度也更高 所以我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的 你们在云端上面看到的那个程式 就是我刚刚看到 所以请各位可以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看一下那个程式码的那个110的部分 110的话我是分成有01预设模式 那等一下的话会有02 02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自由模式跟那个预设模式两个 把它并在一起 因为这一题 真的很麻烦 刚刚的部分呢 如果你做完了 你大概也只能拿到一半的分数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把预设模式给做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什么 你要做完拿到满分的话 还需要一个自由模式 自由模式怎么做 待会再看好不好